很多人对于保健品跟补充品的迷思 那么例如平常用来调时差的退痕激素 那么有的时候呢 很多人他会在家里为了克服失眠就吞服 那么还有呢就是觉得维他命D 每个人都说多吃对身体有益 就买了很多当作补充剂预防骨折 现在都被美国的研究打破 美国有研究收集医院的数据显示 退痕激素过量服用其实对身体有害 另外一个五年的大型样本研究指出 维他命D的营养补充剂 其实分成两组受试者 长达五年的结果看起来 一点都没有特殊的功效 非处方助眠补充剂吞黑激素 在美国被列为保健食品 但最新研究显示 使用过量的吞黑激素 其实有害无益也没有解药 美国疾管中心警告家长们 根据密西根儿童医院的统计数据 过去十年内因吞黑激素中毒入院的儿童 数量增加5.3倍 新冠疫情开始的头一年增幅最大 因为儿童待在家时间长 部分吞黑激素做成软糖状 贩售时也没有装在 瓶盖不易打开的安全药瓶内 造成儿童误食几率大增 Some of the signs to look out for are belly pain nausea or vomiting and excessive tiredness 吞黑激素本是人体能自然分泌的一种荷尔蒙 短期服用以助眠或调食差 成人一天顶多5毫克就足够 但美国市场上部分产品浓度高于标示 国内吞黑激素是处方药 消费者改买含吞黑激素的保健食品 也可能不小心服用过量或太久 其实18岁以下 肝肾功能差或年长者都不宜服用吞黑激素 另一个神话破灭的营养补充品是维他命D 号称阳光维生素的维他命D 天然来源就是晒太阳与服用鱼蛋蘑菇类 但如果您就是忙到只能靠一颗维他命丸补充呢 可能真的补不进去 2020年起在各国际医学期刊 陆续出现外加维他命D补充剂无效的研究报告 最新的美国报告则是来自 耗时五年受试者达两万六千人的大型研究 两万六千位受试者分为服用维他命D营养补充剂 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 最令人失望的是 结果显示维他命D补充剂连骨折几率都无法减轻 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定期服用营养补充剂 市场规模高达五百亿美元 美国营养师建议过了四十岁的人 最好有意识地选择均衡饮食 来摄取各类维生素 菠菜含有帮助势力的维他命A 草莓中的天然维生素C能帮助形成胶原蛋白 爱护肤的人更不能忽略的是含有维生素E的葵花籽 扁豆腐含叶酸 酪梨能提供神经系统所需的维他命B6 优格则富含维他命B12有助新陈代谢 总之您的餐盘上最好充满多种颜色的颜骨类 豆类 坚果 蔬果等等 食物是自己选的 自己要负责 精致白面包 香肠等加工肉类 含糖量多的饮料 这些吃起来很开心的食品只会让您的身体加速老化 与其花钱买营养补充剂 不如好好安排均衡饮食 抽孔运动晒太阳 用自律来爱自己 TVBS新闻综合报道